路中央有个白色怪物,伸出三米长的手臂,拍了拍汽车的引擎盖,随后出现在男人身后,由于没有狗头保护,下一秒,他就被拍飞出去,就在刚刚,二哈在屋里看电视,可一扭头,窗外有个白色怪物,定睛一看,怪物一身白衣,双手着地,头发有两米长,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八尺大人? 突然他一扭头,脖子发出咔咔的响声,正在这时,传来敲门声,再次望去,怪物就不见了,难道他找上门了,吓得二哈急忙跳下来,严阵以待,可等门打开,来的却是主人,他把钥匙挂到墙上后,就去上楼工作了,最胆小的白毛健壮,伸出爪子,取下钥匙,钻进车里,想逃离这个是非之地,可开着开着,突然八尺大人出现在前面,吓得他一脚油门踩到底, 急忙杀住了车,只见八尺大人伸出长长的手臂,高高举起后,用力拍了拍汽车,二哈见状急忙掉头,又开了回去,却被主人逮了个正着,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,可万万没想到,八尺大人竟然来到身后,可他一点察觉都没有,二哈急忙拍了拍主人大腿,他刚扭过头去,就被一巴掌拍晕了,随后八尺大人缓缓低下头,死死盯着二哈,要把他收走, 其他两只狗狗见状,急忙打开冰箱,把洞鱼拿了出来,瞄准八尺大人后,对着脑门哭吃就是一下,紧接着是第二下,第三下,甚至来了个左右开工,半天后,他终于招架不住,哭吃一下摔到地上,没了动静,那么问题来了,你觉得这个八尺大人可怕吗? 小伙儿刚走进女厕所,旁边就出现个白色身影,他一步步朝厕所走去,很快来到门口,却没有进去,而是在旁边受诸带兔,半天后,男人上完厕所,洗了下手,刚一转身,就看见个白色怪物,吓得他赶紧点了赞和关注,这才逃出魔爪,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八尺大人,身高八米,骨瘦如柴,喜欢穿白色衣服, 常年住在隧道里,这天几个年轻人不顾指示牌提示,进入隧道中探险,突然他们停住脚步,发现黑暗中有个白影,八尺大人踩着高桥,慢悠悠地追了上去,几人见状,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往回跑,这才见了一条命,不久后,一对小情侣在隧道里约会,可走着走着,突然看到前方有个高大的白色身影,他们大叫一声,转身就跑,难得速度就是快, 把女友远远落在后面,幸好两人都没事,听到消息后,更多探险者来到这里,可无一例外,都被吓跑了,最后派来两个FBI前来处理,吓得八尺大人跑了出去,守在厕所门口,可小伙看到他后,转身就跑,盗嘴的肥肉就这样没了,然后来到马路上,正巧有人夜跑,可看到八尺大人后,小伙的速度明显快了三倍,在外面逮不到猎物,他又回到隧道里, 这时一对情侣经过,看到八尺大人后,小伙转身就跑,女生则捂住头,蹲到了地上,吓得差点尿出来,八尺大人趁此机会,快速跑了过去,很快来到女孩面前,他的下场可想而知,如果给你个机会,你敢去隧道里探险吗? 这条小鱼吃过两万人,每当夜深人静时,就会跳出来把人吃掉,这天女孩来到宠物店,一眼就相中了他,非常喜欢那两颗大门牙,却没看见水底的骨头,于是花三万块把他带回了家,看到水里的城堡歪了,女孩刚撸起袖子,食人鱼就张大了嘴巴,随后把手伸了进去, 由于他看视频点了赞和关注,小鱼这才没对他发动攻击,晚上睡觉时,小鱼在旁边虎视眈眈的盯着女孩,不过并没有发动攻击,两人就这样和平共处起来,不过他对鱼食没有任何兴趣,看到香甜可口的披萨,也摇头拒绝,这天老爸切柠檬时,小鱼在旁边死死盯着他,突然一不小心,竟然切到了手指,顿时流出几滴鲜血,小鱼则瞪大了双眼,趁他去拿窗壳贴的功夫, 跳出来把血吃没了,老爸一脸梦圈的走开了,随后女孩每天拉着三轮车,带着小鱼欣赏周围的美景,这可把旁边的小猫产坏了,这天女孩卖柠檬水时,发现零钱不够了,于是回屋去拿,可他刚走开,猫咪就跳了上来,一步步朝前走去,死死盯着缸里的小鱼,然后跳了上去,可下一秒,他就被拽进鱼缸里,这天女孩在地上用红色粉笔画了条鱼,突然两个坏海 把女孩拽起来后,将鱼缸抱在怀里,见主人有危险,鱼儿瞪大双眼,非常生气,男孩手一歪,把水倒在画好的画上,小鱼趁此机会一跃而出,顿时衣服满天飞,吓得男孩一声大叫,转身跑开了,而地上则留下一具白骨,见鱼儿这么厉害,女孩又来到宠物店, 这次他相中了一条食人鳄,不知道下个倒霉的会是谁,汽车半路抛锚,女人去找水喝,不料看到一群赌贩在围殴警察,小伙举起手枪,哭吃就是以下,吓得小美一机灵,瓶子摔到地上,赌贩听到声音,派人追了过去,小美转身就跑,无奈体力跟不上,最终被扛了回来,然后拿出警察的手铐,将她靠在铁架上,见小美长得这么漂亮,卷毛色心大起,撕开了, 用刀划破背心,与此同时,警察慢慢爬了起来,原来她还没死,趁众人不备,偷偷溜上车后,就要逃走,其他人急忙开枪射击,却根本没用,眼看逃出了包围圈,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,老大见状,打开后备箱,拿出狙击枪,找准最佳射击位置后,瞄准汽车,来了个一枪爆头,确定死亡后,才往回走,小美看到地上的腰带,伸出大长腿,将腰带 勾了过来,随后掏出钥匙,将手铐打开,临走时还不忘捡起地上的匕首,然后找到自己的车,将旅行包往身后一背,快速朝前跑去,她不敢走大路,翻过旁边农场的栅栏,找到一个隐蔽处,开始整理有用的装备,戴上水壶和匕首后,踏上了逃亡之路,另一边几人回来后,发现小美不见了, 顺着脚印慢慢找了过来,很快就发现了小美曾经的落脚点,看到这些,他们顿时有了信心,快速朝前追去,小美来到一块高地,将背包放到地上后,掏出望远镜,向远处一看,正好看到几人的身影,得知对方不肯放过自己,她在地上故意留下三条脚印,然后踩着草回到原地,捡起背包,朝另一个方向逃走, 等毒贩追到这里,看到三个方向都有脚印,于是兵分三路,分头追击,而小美终于找到了水池,先洗了把脸后,拿出水壶装满水,再把消毒剂放到里面,这才大口大口喝了起来,而她不知道的是,后面的人已经悄悄追了上来,在她喝水时,一把手枪对准了她,吓得小美一动不敢动,毒贩想要喝水,她拧紧虎盖, 压几下把壶扔到地上,可赌贩没给她逃跑的机会,喝完水后,一步步走了过来,抚摸着小美的脸,想跟她做游戏,小美哭着求她悬崖勒马,因为自己不想伤害她,男人一听顿时笑了,上去就是一巴掌,下一秒,小美抽出匕首,直接捅了过去,男人就领了喝饭,她洗掉身上的血迹后,拿起地上的对讲机,朝远处逃去,而这一幕恰好被放风的同伙看到, 让其他人赶紧过来,随后追了上去,半天后,小美紧跑几步,故意在地上留下脚印,然后爬到山坡上,果然男人上当了,正当她愣神时,一块石头正好砸中太阳穴,见男人没了动静,小美这才下来,可刚要走,却被一把抓住脚脖子,原来男人没有死,混战中小美抓起旁边的枪,哭吃就是一下,又解决掉一个,她越战越勇,拿起对讲机, 说他们就是一群饭桶,随后拿起望远镜,想确定四人位置,不料看到老大拿起狙击枪,吓得她急忙转身,刚要逃走,这时枪响了,为了验证是否打中了,他们追过去后,却什么都没看到,正在这时,突然看到小美在跑,老大举枪就射,可没有击中,小美刚一露头,就被逼了回去,随后老大坐镇,其他人围了上去,小美想要还击, 却被压制住了,一扭头,看见旁边的房子,毫不犹豫地跑了进去,观察好地形后,她要在这里完成绝地反杀,男人举着枪走进屋里,可下一秒,脑袋上就多了把钢锯,小美跳下来后,把枪拿走了,随后第二个松人头的走了进来,可刚进屋子,就被小美勒住脖子,刚想来个一剑封喉, 不过她非常怕死,不停地大声求饶,说自己是迫不得已,小美一时心软,把她放走了,可男人的嘴,骗人的鬼,她刚出门,就大声呼喊,说女人就在这里,快开枪射击,下一秒,她就躺到了地上,后背还插着一把匕首,没了遮挡物的她,急忙跑到旁边屋里,不料第三个毒贩在这等着她呢,小美刚一回头,就被男人撞翻在地,随后框框就是两拳, 打得小美毫无还手之力,可男人非常嘚瑟,以为解决了战斗,不料小美又站了起来,拿起地上的木头,对着男人框框就是两下,可她不讲武德,直接掏出了枪,随后一巴掌将小美打翻在地,此时的她毫无胜算,说跟女人打架还用枪,有种就把枪扔了单挑,没想到男人真把枪扔了,紧接着双方就打了起来,虽然小美学过格斗,可体力跟不上, 被一把推到灶台上,而上面有个运斗,见男人走了过来,她抓起运斗,框框两下砸到头上,男人就死悄悄了,小美刚要逃走,不料老大在外面等了半天,再走一步就会被爆头,可她非常自信,想跟小美来个公平决斗,只见她把狙击枪放到地上,掏出手枪,高手间的对决开始了, 双方同时出手射击,结果老大心脏中弹,扑通一声摔到地上,而小美只是肩膀受了点伤,她以一抵六,实现完美反杀,她之所以这么厉害,是因为老爹是个特工,早就训练了一身好本领,所以有个厉害的老爹非常重要,毛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人生。